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開箱這個按摩器 在影片開始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LIKE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再去訂閱我的頻道 最近在電器店 都經常見到 這個不是在電器店買的 都是賣電器的 不過不是連鎖 這個特點便宜很多 六百多元 大型連鎖店是一千多二千元 先看看盒子 品牌名 深層肌肉 筋膜放鬆按摩窗 有三檔大小 充電式 另外很安靜 還有輕 可以拿來拿去 有香港代理 打開 打開盒子 看看裡面有什麼 基本上 它是一個美國品牌 有一個攜帶箱 裡面沒有東西 剛剛說回 它是一個美國品牌 可以充電 打開最小的一檔 電量有七小時 最大的一檔 應該大概三小時 打開盒子 打開盒子 首先看到有說明書 通常說明書 都是要看一看 裡面有什麼 首先 有些平頭的材料 金屬 可能有時候 塗了潤膚膏 用金屬的材料 不會吸收進去 這裡有一包膠圈 原來頭有橡膠圈 用來塞在這裡 有時候 可能不破損的話 就有一兩個替換 接著有火牛 沒有什麼特別 普通火牛一個 追頭 尖頭可以按腳 底 一些要大力一點的東西 或者想深層次 按得入一點 就用追頭 接著這個按頸 按後頸 剛剛就按到兩端 沒有骨的位置 這裡就避開骨 這個是源頭 都是金屬 作用跟剛才一樣 塗了東西 可以用這個 就不會吸收 接著看回主體 主體很簡單 首先後面有個膠紙 可以撕掉 整支的重量 其實就 好像拿著兩支風筒 這樣就可以 把頭 插進去 那 開完箱之後 當然就是 講解一下 怎樣用 因為用錯方法 就越按越累 而且 最差的情況 可能會按箱 那 首先要了解 上面有個電源鍵 按實 就會亮了 有綠燈在這裡 那 再按一下 這個位 電源鍵位 就是最弱的那一級 再按一下 就變成中等 最後再按一下 就是最強 這支 是mini版 只有三個強度 但是個人來說 三個強度 我都覺得足夠 先開最弱的那一級 每次都是 開弱的那一級 看看自己能夠承受多少 而且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不要放在骨 那裡 放在骨 那一定是 不好的 會受傷的 按肉 而且是輕力 在上面 油走就行 不要大力 壓下去 因為這個是讓你放鬆 大力壓下去 都不太好 放輕之後 在上面 走來走去 走到有個位置 你覺得 那個位置很遠 其實那個位置 可能就是需要按的地方 你就停定在這裡 按多久呢 大概兩至三分鐘 就夠了 按得久 不代表一定好 我近來就跑步了 只是說昨晚 我都跑了六公里 有時候腳都會挺累的 於是我就用它 來按一按 那我就講解一下 怎樣按腳 先講一下 按腳 可以怎樣按 基本上按腳 我們可以由下方開始 一路按 腳板底 小腿 去到大腿 都可以的 先講一下腳板底 最好呢 就穿蜜 因為始終 蜜蜜隔開 就乾淨一點 按是按這個位置 按是按這個位置 又是開了機 先用最弱的一級 先用最弱的一級 在這個位置 慢慢輕力這樣按 又是可以周圍這樣游走一下 在附近的位置 留意呢 就不要按了下骨位 主要都是中間這個位 如果走到某些位置 又是有酸軟的感覺 那個位置可以停留下來 亦都是按兩至三分鐘 小腿位置 基本上 如果跑步 都是這個位置 這裡有些肌肉 下面就沒有什麼 主要按上面 又是 輕輕力在這裡游走一下 去到某個位置 你又是覺得有些酸軟 就可以停留下來 亦都是按兩至三分鐘 而去到大腿 大腿 大腿 有一組比較大的肌肉 在前面 也有一組在後面 那你如果跑步 又是可以在面頭 這樣游走 去到某些酸痛的位置 又是可以留下來 兩三分鐘 如果你覺得 最小的一級 都不足夠的話 你可以選擇開大一級 開大一級 開大了之後 如果你覺得 沒有問題 承受到 你也可以再試大一級 其他部位 其實都是一樣 最後一組 就是大腿 這個位置 一路上去 全部都可以 如果你跑步 有機會 這個位置 一路上去到後面 也可以 那你就可以去 因應 需要 一樣是一開始 輕力放進去 直至找到 酸痛位 又是停下 例如我這個位置 就有少少 停下 可以在這裡按兩至三分鐘 那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個讚 另外記得 分享給你的朋友 再去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不會錯過之後 精彩的影片 請按個讚 請按個讚 請按個讚